近日,宁静在某节目中被杨迪依依等人问节目之后是否有和许晴有过联系 向来性格直来直去的宁静大胆吐露真言 表示,其实这个节目中的所有人都没什么联系 只有过年杨阳会发发短信 其他人可能都特别忙吧 在《花上2》播出过程中,成员之间冲突不断 当时几位成员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成为节目的一大看点 在网络上掀起很高的话题热度 为此,网友纷纷围观评论表示 杨阳真是个做实事的boy 他们那一期录制的时候就不是很和谐了 不录制节目了,再联系会挺尴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